压 蹬 转 好 你看 你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你会发力的 但是的话 你这个眼拍的位置不对 你都往屁股里面去拉了 所以说你的弧线不稳 速度也不够快 也发不了力 我们眼拍的位置在哪里呢 我们普通的多球盆是这样子的 你抓到后面的话 它中间就漏不下去了 就很难抓到球了 那我们专业设计的盆 远远不会出现那种情况 你拿完的球 它都是往中间走 都不会出现漏球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点击左下方的链接 购买我们的专业设计的桌球盆 不要在这个屁股 不要在这个位置出去 你老是喜欢从这里面出去 那这个发不了力的 你试一下 我的球发的时候 你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这样子甩出去看一下 来 站好 在这里等我 我的球一过来 腰一顶 我的球一过来 把力量从这里压下 去顶 而不是从这屁股出来 等我 再等我 对 甩拍它 对 不要从屁股 对 又往屁股收了 对 这力量不是出来的吗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说 球拍跟球的距离 你看 我们两个球 这个距离 你看 这个距离 这太短了 发不出力 我们应该是 有这么长的一个距离 有一个这样子的空间 一甩 一甩球就出去了 所以说我们机球 除了就是会蹬转以外 还是要有个机球的距离要有 一定有个加速的距离 那刚才你这个问题挺严重的 这里引拍 你注意看 来 我们再把这两个记住 一个是引拍的位置 跟机球的距离 来 手放过去 对 等我 你看 对 那摄影师 你往这边来 往这边来看看 他拉的球抱不抱 让我们球没看看 对 对 你看 就比昨天的球又快又冲 而且稳 你不要往屁股里面走 对 漂亮 出来 对了 好的 再来 吃住球就可以了 是不是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 我们 大家 朋友们点点关注 评论一下 你去评论我们的视频 我们会给这个正手的训练计划给大家 免费的发送给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